自私的小兔子 森林里住着许多小动物 大家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小牛、小猪和小兔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让小兔终身难忘 妈妈给小兔买了一个新玩具 小兔开心地买了一件事 急忙打开包装盒 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 恰巧小牛和小猪来找小兔玩 看见小兔有新玩具 很是羡慕我 就问 小兔,我们能跟你一起玩吗 小兔想 跟他们玩 会不会把我的新玩具弄坏呀 想到这儿 小兔赶紧将新玩具紧紧地抱在怀里 扭过头 看也不看小牛和小猪 一个劲地摇头说 不行不行 听了小兔,听了小兔的回答 小牛和小猪失望地走开了 第二天,小兔把玩具带到了学校 课间,小兔把它拿出来炫耀 同学们都很羡慕 结果 班上的小霸王小熊看见了 一把抢过去说 借我玩几天 说完掉头就走 小兔在后面急得直流眼泪 小牛小猪看见了 还被他抢过去教训了小熊一顿 替小兔夺回了玩具 抱着心爱的玩具 小兔低着头心想 昨天,小牛小猪想和我一起玩 我不肯 今天,我遇到困难 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帮助我 从此以后 大家发现小兔变了 只要有好东西 他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